這個講台 好法無常的可以放在這裡 沒有拿去擋門 你懂意思嗎 應該照理講不是很多講台 工具都被拿去擋門了 都拿去擋門了有沒有 這個都沒有擋門還可以拿得出來 所以明明中自有天意 所以放在哪裡 沒有被你們拿去擋門 沒看到 沒看到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講台收藏的很好 放在那邊轉去吧 沒有啦 這應該是在那個 好 那這個郭律師要來解讀一下 王堅平的聲明稿 來 來 那我們來看齁 其實 我給你拿 謝謝 其實就律師團 他我們最關心的就是 法律上的問題 因為這些學生他講坦白 3月18號這樣進去之後 其實一會有個問題就是 王堅平到底要不要處理這些 侵入建築物的法律責任 如果真的要告 那這時候警察就可以進來 這就符合馬將的意思 我們希望把這些慶空 可是現在法律上卡了一個問題 你王堅平有沒有要把他們趕走 不過從你從第二段 你就可以看出來他這樣講 他從第一句話講說 國會是 所以 之所以是民主的殿堂 不在其莊嚴的建築 而是能夠充分表達人民的聲音 同學在議場 來多元發聲 重點 他說 手段跟目的之間的妥當性 各界隆有不同看法 但已經啟發國人審視民主的真諦 這句話其實是重點 他再說一件事情 一直都有人說 你們學生佔領國會 這根本就是違法的 那可是現在學界 包括說刑法的教授 工法的老師 都有寫文章 甚至發動連署 全台30幾會的刑法老師都說 這就是主張市民不服從 當然有不同的見解就是說 市民不服從 你憲法哪一條有規定 這有不同的見解 確實沒有錯 那其實歸根究底 就要問到王清明院長 院長 那你覺得到底有沒有違法 你才假說還以說 底下那四個字 不忍苛責 不忍苛責 好 那如果說一個人要追究 法律的責任的話 王清明院長最有資格 跳出來講說 欸你們現在離開 那就要符合憲法 刑法306條第二項 如果要求離去 還不離去 那就是侵入建築物了 那就是算是 正式有一個提告的一個動作 好 可是王院長沒有講這句話 他只有講說 到底合不合法 正不正當 欸大家有不同講法 但我不講 到底是不是違法 這個就是一個選擇 就等於是 沒有他的意思 即使違法 我也不忍苛責 你們聽懂 那個意思嗎 所以這樣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當馬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說 你們這些是違法佔領 可是我我跟你講 王院長說不一定喔 他說不一定喔 我心理解就是不追究 不是 他講我不忍苛責 如果追究小孩的那些 大人就是苛責 對 坦白說 在法律上正式動作是 王院長至少要提出告訴的動作 因為他是立法院的代表 對 那連告訴的動作都沒有提 那你馬江就沒有機會 把警察手伸到議場裡面去 所以這個是 但是他也有 他也有方方面面具備 他也講說請同學慎思 對 說小孩自己好想這樣感受 對不對 其實王院長他講的其實 滿委婉的一件事情說 其實我已經回應你的需要 其實第三點聲明就已經講到 好先立法再審查可以同意 對 那我也不會開啟協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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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一句多麼的鼓勵 來來來 這張的最後一行 就拿個 剛剛那張最後一行來念一下 好 讓全世界敬重我們民主 涵養的深度跟廣度 對沒有錯 寫歷史難道只有學生嗎 嗯 黃金平的態度跟處理學運的態度 就是我們展現民主的深度 跟涵養的一個共同演出啊 他昨天的態度已經把滿久比下去了 而且你光看那一句說 這個不是只有學生的展現啊 這一定是互相 大家共同展現出什麼樣子的 對 而且老王那個最後一句說 全世界看到我們民主的深度跟廣度 其實基本上這句話的解讀說 他是比較站在學生這一邊 因為學生展現的是一個民主 再加上那個第二段的第一句 我覺得很有趣 他說國會的神聖不在莊嚴的建築物 而在於能夠容納 能夠充分反映人民的聲音 這句話就打了過去這一個禮拜來 很多人在罵這些學生說 怎麼可以侵占國會神聖的殿堂 對 這麼莊嚴神聖的地方 黃金平告訴你 內棟建築物本身並不神聖 神聖是他的內在 就你能不能容納不同多元的聲音 他才是神聖的嘛 這句話也真的非常漂亮 對 而且第三段 第三項呢 他其實就是再次強調他的職權 來 立法院是合議制機關 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院長經由委員互選產生 其法定職權 除了總理願務之外 主要在主持院會 及黨團協商會議 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審查 未獲共識前 考量整體社會成本 來 重點來囉 把金平秉持院長職權 鄭重的向各位報告 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 完成立法之前 將不召集兩岸服務貿易協商 相關黨團協商會議 所以就敢說一下 欸 院長是誰 黃金平 搞清楚喔 這是我行使我的院長的職權 而且我是 我是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院長是委員互選產生的耶 對 再次強調他的一個職權 其實這個也是回應 這個馬總統之前在講 說其實這個國會議長 你本來就應該主持 這樣一個議場的一個秩序 可是王金平在第一次的聲明 你就已經先跟這個馬總統講了 說其實整個國會的多數 是你國民黨 那你馬總統又是黨主席 坦白說 你自己可以來處理這件事情 第一招已經回應了 可是一直到三二四到今天 都沒有得到這個正面的回應 學生其實也就當然 就會一直停留在那邊 所以王金平院長說 好 你說我是議長 我要出來講話 對 我現在回應你 我現在就回應你 你知道嗎 這如果這一張聲明 你好像一直有看到 簡直會咬牙切齒 是啊 已經地圖了 我去年那時候 沒跟你提示實在是感冒 真的是 你知道他那種心情啊 可是喔 他的第四段的第二 第二段其實也很重要 經過這次淬煉 我們當記取教訓 省思未來國政的推動 更要體察民意 這你講到什麼聽嗎 馬燕姬我說 你就是因為不體察民意 才搞到今天這般田地 是第四項的第一條 國家發展更穩定 取決於誰的氣度 可是他也要講 在野黨的智慧 還有國人的支持 他有講很多點 就方方面面都嗎 對 可是他這一段 是針對馬英九 對 他是針對馬英九 這個類似的話 在他不去參加 馬英九開的憲政 就是願祭協調會議的時候 其實也有講 一樣就是希望總統 能夠體察民意 沒有啦 你一直講 王金平都沒有做 王金平在第一段 就跟你 既然三段都講了 第一段不可以不講 他就很清楚的告訴你 過去21天來 他做了什麼事 我不下十次的 徵詢朝野黨團的意見 幾次召開黨團協商 六次 而且還爆了一個料 柯建民跟曾永泉見過面 這我們之前都不知道 後來是老王昨天講了之後 柯建民記者就問他說 對 他是跟曾永泉見過兩次 沒有 曾永泉不是黨團 國民黨秘書長 他根本不是立委 對 他不能跟柯建民見面嗎 當然可以 但是在執法院見不到面 對啊 那他是可以來跟他溝通 他透過國民黨 當然要跟在野黨溝通 而且是王金平主動叫柯建民 去跟曾永泉聯絡見面 說來討論一下這個是怎麼處理 我們來看張 張國民黨會歡迎 費洪泰他們 起死了 那叫氣急敗壞 對 氣炸了 這個有人把它做一個超級比一比 費洪泰說整個黨被王金平出賣了 他說王金平啊 他事前完全沒有跟國民黨做任何協商 有人就比較 黑箱胡茂是 胡茂事前沒有跟全民做討論 哪一個比較嚴重 國民黨現在的感覺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感覺 這就是回敬你而已嘛 半折金平 國民黨罵王金平 然後呢 他靜置去立法院找學生 然後黑箱胡茂就是 國民黨自己跑去中國跟人家談判 好 過來 國民黨沒王金平 結果馬上答應說 要先立法後審查 好 胡茂黑箱是 沒有經過國會審查 就跟中國保證會過 再來國民黨罵王金平 國民黨出來大喊 王院長不代表黨團 胡茂黑箱也是 說台灣學生 跳出來說 不代表全民意見 好 所以整個啊 跟王金平都是黑箱作業 明明黨的決議 就是並行居然不遵守 明明法治國家依法審這個協議 你居然可以不遵守 然後呢 我感覺到國民黨被出賣了 我感覺到台灣也被出賣了 我反金平不要民族 我反胡茂要民族 這個太有才了 這個太厲害了 所以你說 國民黨現在 也懂被出賣的感覺了吧 感受最新的 我昨天晚上手機就收到這個 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FB上面是瘋傳 這個人太厲害了 那可是呢 接下來呢 要怎麼處理王金平 王金平其實 我覺得馬英九是 今天王金平有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擔任一個公道伯啊 這樣的一個角色 其實是馬英九肆語的 如果不是馬英九 在去年九月政爭 非砍王金平砍不死 逼出一個比較中立的王金平 而使得這一次的三月學運 可以繼續下去 三月學運之後 王跟馬都沒有經過面 沒有 應該 他們高層沒有私底下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 公開場合上是好像沒有 公開是沒有 對 不合理啊 因為他們要服帽 他們要過的時候 立法院沒有扣 就不會扣王金平 對不對 所以可能是 王跟馬的真的是 王不見馬 馬不見王 你忘了九月政爭 砍王金平最主要理由就是 因為他們認為王金平擋了服帽嘛 所以才要砍他啊 所以我就說 黃金平 對 也就是說 馬在處理學運的事情裡面 根本就沒有把王金平放在眼裡 對 沒錯 對 你這樣解讀會正確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說他應該要透過拜託王金平 這小事一定有一個邏輯 他沒有嘛 馬英九覺得權力我最大啊 所以你看喔 王金平現在 因為九月政爭時的 王金平在未來兩年 說實在的 他不擔心馬英九的任何有關 開除他黨籍 或者進一步的 這些黨籍上的動作 因為基本上他斷住 穩住了嘛 黨籍穩住了 好 那現在他就可以 專心來處理立法院的事情 好 那對馬英九來講 說實在 如果服帽沒有照他 跟北京保證的時程通過的話 我認為北京以後 對馬英九也會打了一些折扣啦 那我必須講 今天《中國時報》講說 國民黨輸了 用輸贏來強調 其實不要講國民黨 馬英九也不能代表國民黨啦 但至少馬英九是輸了 所以今天 你如果從黨內鬥爭的角度上來看 王金平畢竟這樣是老的啦 但是我倒覺得 就是